你講話 我會故意拍到他 你講話 你說話 啦啦隊女神李多慧 剛結束環島行程 卻在返家途中 遇到有人一路跟車 團隊當下立刻拿起手機錄影 喔 李多慧 關車椅子 誰 白色的正馬 李多慧當下假裝鎮定拍攝 但看得出神奇提倦 鏡頭後方穿著綠色外套的陌生人 意思就是跟蹤者 甚至更早之前就一路尾隨 李多慧在一居表示 對方從百貨公司就跟著他 兩人開車尾隨 行車記錄器也能看見 一輛白車沿路緊跟在後 平安到家後 李多慧也發聲明 對方跟車拍攝一個半小時 導致他真的不敢回家 強調雖然是公眾人物 但也需要休息時間 這樣的行為已經侵犯到生活 目前正考慮搬家 換一個真正能休息的地方 他其實心裡還蠻害怕的 然後也因為環島五天 每天要騎十小時已經非常累了 但因為被跟蹤的事情 所以他至少晚了四五個小時才回家 所以一直到深夜凌晨才好好的有休息 那目前早上的時間也還在休息當中 團隊內部也是在評估可能會想要去報警 李多慧近期展開五天四夜的環島之旅 結束後更趕回台北參加台韓友誼籃球賽 忙碌一整天只想快點回家休息 如今發生跟車事件 無論是不是粉絲都已經讓李多慧 暴受驚嚇 三天新聞解漢明 徐山雲新北上報導 請教訓 重賞 谢谢观看